作詞曲 作曲 曲 貴族 我開始關注復旦是因為 我看到了自由女神 We the People這個作品 然後我在看到她試著想要表達的意義 反映了當今社會的一個現象在 所以我開始對她做功課 然後開始收藏她的作品 所以我們也因為這個展 我們去把負擔的作品 收得更齊全一點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小的展示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它的完整度是夠的 因為我求學的接站在紐約 所以自由女神對我來講 是一個再熟悉不過的東西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說自由女神 她拆解之後其實 暫且不要看她背後的意義是什麼 那你光看一片一片拆解出來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美麗的雕塑 可是你再去看到這個雕塑之後 藝術家想要帶來的這種瓦解經濟 瓦解自由主義動物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被探討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Weed People 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作品 它開啟了另外一個展現藝術的方式 我現在選擇我要收藏負擔的作品 我就希望我把它收得很完整 這個《燕之紅的蠟燭》這個作品 就是你可以感覺出來 你純粹欣賞這個《燕之紅的蠟燭》 它就是一種藝術 可是你再去探討它 這個蠟燭後面所要表達的東西 其實它跟Weed People 想要做的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更應該收它的這件作品 其實文心建設長期以來 都贊助了很多的藝文活動 基金會在致力推廣當代藝術 所以我想要有一個非常國際的建築的書店 然後我希望有個空間 多一個平台來展覽當代藝術 我從小推廣當代藝術 是因為當代藝術才是跟現金的人有關的 那我也覺得在台灣現在當今的社會 當代藝術比較沒有被看見過 所以我也希望說藉由我的基金會把 國際省的當代藝術帶進台灣 然後我們也希望能夠支持台灣的 當代藝術的推廣 每個人看到藝術品的感受是不一樣 可是透過溝通透過交流 我試著去感受對方看到的東西 然後每一次的相遇都有不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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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會想知道 好有趣 然後我們會想知道 我們會讓你追求 好鐵 Luego我們會要去 當代藝術 演繹